我們觀察台後的學長 今年已經結束了一些科生 會來參加七月分的分庫 這間教練會會來討論說 是不是一劑到一劑 這部分有要來解釋這些問題 沒有 但是有兩大家庭團體 請教練會 也會違反到定屬的論理 建立是在領導案 面對台學科交新的制度 一百萬百萬庫公的股中心 在在變動中向前行 家長說 孩子已經很累了 有什麼百年之後分庫 搜尋去分界算的標準 又有可能改變 公文兵所修的全國家長團體 連名強調 去分界算的基準 不可以只顧如頂標的孩子 臺灣家長告有連名 也說 若是有四萬名庫薪 菜增1%庫薪平均得分去處60 跟菜增控點1%庫薪 基準是為四百人變作四十人 苦甘苦待機股下降 大部分孩子會甘苦 四萬人裡面的四百位同學 難道他們不算是佼佼者嗎 為什麼一定只能取到四十位 才算是佼佼者 才能算他是滿幾分 家長團體基礎教練會調這年 去年十二位 蔡宅薪平均表示 已經解割可能的敲壓問題 現在的制度沒有分開問題 不要違反定屬倫理 就在記者會要結束的時候 教練會進行必須上山 今天不是我們的記者會 所以我覺得我不適合表達什麼意見 我只是來聽講的 我希望能夠在常委會裡面 把大家的意見納入 來充分的討論 王文淳表示 二十一位中委會 比較是要討論 價值的基準 會放進去家長意見 家長團體也還好友 馬上來公佈分副作業 用情10%庫薪 作為完結婚價值的基準 用手禮來對話 記者綜合佈多